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实现我国载人航天任务五个首次 神十三待命 紧急时可发射太空救援 神舟十二号飞船从运送三名航天员前往空间占天河核心舱 到驻留三个月之后再将他们安全送回地面 整个过程将实现我国载人航天任务五个首次 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首次实施绕飞空间站并进行镜像交汇 神舟飞船首次实现长期载轨停靠 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着陆场的能力 首次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 关于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高旭在采访时介绍 如果神舟十二号飞船出现严重故障 地上还有神舟十三号已经完成了发射场的总量和测试工作 根据需要随时具备快速发射顶上去的能力 视频整理 不一样的电视台和导电视HO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